我们要能一心念佛 那还得了吗 念佛是一样的 用心不一样 所以它效果不相同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我们学教学这么多年了 对这个了解 不再怀疑了 这个一心念佛 功德真不得了 所以说一念相应 一念佛了 念念相应 念念佛的相应 于是相应 于自信相应 于信德相应 于信德相应 就是跟阿弥陀佛相应 怎么个相应方 跟阿弥陀佛同心 同德 同愿 同心 能做到这四个同 你跟阿弥陀佛是一体 你说什么样的罪不灭 那么信小本弥陀金 共有三种 这将现在 阿弥陀金 遥秦 遥秦 三藏法师 就不落实翻译的 第二种呢 趁赞 净土 佛事 受尽 唐朝 三藏 法师 玄庄翻译的 第三种 是阿弥陀金 秦 唐 年仪 汇解本 这个是现代菩萨界居士 夏连居 汇解的 所以夏老居士 跟我们汇解了无量寿金 他同时也汇解了阿弥陀金 大小两本的他都汇解了 那么这是同步 下面呢 有简单的介绍 说秦唐年仪 大体相同 这就是跟我们介绍的 佛说阿弥陀金 这小本金 罗舍翻译的 唐是玄庄大肆翻译的 这两个本子 《大藏经》里面都有 大体相同 稍有出入 这就是翻译的方式不一样 秦仪 经药流畅 众所宗相 罗舍大肆翻译这个本子 确实 精彩 精彩 恶药 文字流畅 做起来很舒服 所以流通 所以流通很广 修净土的 没有不做这部音 把它作为早晚功课 那唐书的呢 那唐书的呢 玄庄大肆翻译这个文字 没人念他 不是研究金教的人 几乎都不看他的 他翻译的是很好 唐书在 准确 相悲 力保 圆灭 就是他的本来面目 凡文 罗舍大肆翻译是意义的 不是质疑的 完全以这个经理的意思 用中国和这个口语 语言来把它说出来 所以中国人读起来 就像念自己的文章一样 通常 玄庄大肆翻译的 是完全是凡文的 从凡文质疑过来的 所以那个 原来的面貌完全保留 可是我们念起来很不顺口 是外国的文法 念的不顺口 所以他的东西是好 是很准确 一点错误没有 可惜这个外国文法 中国人呢 不太容易接受 所以多办多念 罗舍大肆 语言印在此地 先思汇集连语 借其惊要 先思这是 这个注解 是黄念族居士 他的老司 夏连居 是他的老司 汇集这两个一本 就是罗舍跟玄庄的 这两个本子 把它汇成一本 截其惊 结起金药 根据六朝时经 补足情谊 所失之二十一个字 六朝 这是盖略给我们 我们讲的年代 这个年代 从三国 开始 三国的时候 东 母建都在现在的南京 以后 东京的首都 再往后 宋齐良臣 这个四代 都城呢 都市在南京 所以南京成为 这六个朝代的 金丝 这六个朝代 大概是在公元 三世纪 到六世纪 我们讲公元 概念比较清楚一点 现在公元是 二千 一十年 二零一零零 应该是公元 三百年 到六百年 这三百多年的时间 在中国的时候 这是 这个南半朝的时代 那么南朝呢 这六个朝代 都是在南京建土 所以称之为六朝 这六朝在此的意思 是时代的意思 世纪 这底下讲到 那 襄阳是金 在襄阳出土的 这个金 就是阿弥陀金 刻在石头上的 这个字是谁写的呢 六朝人写的 哪个人写的 不知道了 他又没有留名字 无可考 只晓得是在 那个时代 刻在这个石头上 这十金 所以手说 刻的是这个 可是 于一心不乱之下了 他还有二十一个字 现在这个金本上没有 可是 出土的 这个石刻的 这个阿弥陀金 多聊二十一个字 这二十一个字很重要 这个地方 给我们写出来了 与一心不乱之下 尚有 专持名号 一称名故 助罪消灭 即使多善根福德应援 就这二十一个字 这二十一个字 确实 是很重要 那现在 你头晕上 没有这二十一个字 但是这个 夏连菊老菊子 会基本上有 他把这二十一个字 补进去了 那么我们要问 一心不乱 专持名号 行吗 能灭罪吗 古大德曾经说 这一句佛号 念佛一声 能灭八十亿节 生死终罪 我想这很多 我们佛 这个净土宗的 佛弟子都亲说过 在祖师说的 这真的不是假的 但是我们想想 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们看这句经文 这里头有门道 为什么呢 那个念佛一声 怎么念呢 一心不乱 专持名号 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那我们今天念佛 这心 妄念很多 架杂着妄念 我们那个功力了 就被破坏了 如果念佛的时候 诚心诚意的念 一个妄念都没有 力量真是像他这样 主罪说的 主罪消灭 为什么 佛在经上常说 说了一个原理 一个原则 一切法 从心向神 我们造作 这个罪业 是不善念头 神的 我们今天念一句佛号 是善念 而且这一句佛号 是圆满 信的地流露 那什么罪灭不掉 在我们以前 不懂的这个道理 我们念这句佛号 力量就很薄弱 为什么 我们对他 答了很多疑问 怀疑他 这个怀疑 也把你念佛的功德 破坏了 所以 大十字菩萨 教我们念佛 都是六根 经念相机 这就有道理 那个一生佛号 功德不可思议 都是六根 我们眼见色而闻神 第六意识 在六根 往外都跑 都是这个 拉回来 怎么拉呢 眼见色 不动心 不起心不动心 耳闻神 不起心 不动念 六根 借除六成经界 都能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那叫 都是六根 这个人 这个人 还得了吗 这人是圣人 这不是凡人 凡人 怎么能控制 都住 心就是往外跑 所以我们今天用什么心 散乱心 念佛了 我们要能一心念佛 那还得了吗 念佛是一样的 用心不一样 所以它效果不相同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我们学教 学这么多年了 都对这个了解了 不再怀疑了 这个一心念佛 功德真不得了 所以说一念相应 一念佛了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相应啊 与谁相应啊 与自信相应 与信德相应 与信德相应 就是跟阿弥陀佛相应 怎么个相应化呢 跟阿弥陀佛同心 同德 同怨 同心 能做到这四个同啊 你跟阿弥陀佛是一体 你觉得什么样的罪不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